本港新增4宗输入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本地零确诊 另外据了解原浪一间安劳院 舍一个院有初步确诊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告 后日到期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大致维持 而当局正是研究 比在内地的港人回香港可以豁免强制检疫 就与内地和澳门健康马互通的商讨 因应本港爆发第三波疫情而延缓 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说 疫情目前已经相对平稳 为了提振经济 当局正是积极跟进 希望尽快恢复和内地和澳门的边境往来 研究先是给正是生存内地的港人 回香港之后不用隔离14天 当然是要有一个核酸检测认证是阴性的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是进入去研究 最后的研究阶段 如果能够方便到他回来探亲 复诊或者做其他工作 在今天内地的疫情已经受控得这么好 几十天都没有本地港元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全面的放宽 必须要是两边 两地的政府都同意才能够一起做 林郑月娥说近日市面尤其是饮食和零售业开始恢复长黄 但强调不能够松懈 又预告星期四届满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 他又说最近的失业数据 他以建造业教委严重 已经指示发展局加快现有基建工程 而未来的新公务工程 会在寻求立法会撥款时同步招标 加快批出项目速度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